因為教育相關的人士經費比例 不只說在整個教育經費裡面的比例 在整個縣政府總統算裡面 教育處的所屬人士經費比例也是占得相當高 所以說如果說要真的有效能夠充實我們地方教育的經費 改善地方的軟硬體教育授施 或者說要增設一些新的一些教育的一些作為 有時候真的很困難 所以還是要有中央一個制度性的一個制度性的一個政策性的一個補助 它並不是不是我們一樣的線 我們希望針對整個全台灣各地區